风神演绎开篇第一回就介绍了咒王的强大班底 文有太师文重 武有镇国武城王黄飞虎 文足以安邦 武足以定国 这里把文太师列为了文臣第一 其实文太师更突出的是在武的方面 平定各处叛乱 基本不是文太师出面 就是黄飞虎出面 而黄飞虎则被排在了殷商武将的第一名 可见黄飞虎对于殷商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黄飞虎的地位这么重要呢 风神演绎开篇第一回就介绍了咒王的强大班底 文有太师文重 武有镇国武城王黄飞虎 文足以安邦 武足以定国 这里把文太师列为了文臣第一 其实文太师更突出的是在武的方面 平定各处叛乱 基本不是文太师出面 就是黄飞虎出面 而黄飞虎则被排在了殷商武将的第一名 可见黄飞虎对于殷商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黄飞虎的地位这么重要呢 如果黄飞虎的王爵是继承来的 那么他的父亲就应该是上一任武城王 黄飞虎的父亲是黄滚 那么黄滚是武城王吗 显然不是 黄滚只是一个戒牌官小小的总兵官 总兵官和王的距离可远着呢 可见黄滚和王爵没什么关系 所以黄飞虎的爵位和黄滚没什么关系 全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而且封号中还有证过两个字 可见黄飞虎是多么得宠 受到殷商君主的高度重视 黄飞虎的妻子贾氏说 黄飞虎立其功三十余见 当黄贵妃得知黄飞虎的妻子 自己的嫂子贾氏 在摘星楼追乱而亡的时候 她冲入摘星楼 对妲己大打出手 并且指着昼王的鼻子指责 黄飞虎至少在殷商的两个方向立下过大功 殷商东方的海扣 殷商南部的蛮夷 并且黄飞虎在这个两个方向都取得了圣计 而且黄飞虎不是一个人上战场 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也带上了战场 一起立下功劳 黄飞虎反上之后 来到临通关 面对老将张凤 黄飞虎自己讲述了造反的理由 并且自夸了一下自己的战绩 我兵平东海立大功二本于朝 定天下按设计立胆屁肝 至诸侯练士族 神奥行翠 有所不屑 惊天下太平 不念功臣 反行不道 而于城下倾心难易 在这里我们看到 黄飞虎仅仅在平定东海方向 就立下大功二本于朝 可见黄飞虎的作战是多么勇猛 当然 不可能都是他上战场 黄飞虎也会调动大批音商的将领 其中不乏那些街角门人 和会些旁门左刀的将领 这二本于朝大功 可能有那些人立下的功劳 但黄飞虎的作用一定很大 否则不可能被封了这么高的爵位 那么黄飞虎东去海寇 南战蛮夷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 是昼王的父亲第一在位的时候呢 还是昼王继位后发生的事呢 从书中的描述来看 还是第一在位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 从书中前后文来看 昼王没继位的时候 黄飞虎就已经被封为镇国五成王了 那么黄飞虎的年纪有多大 想知道这一点 我们需要推测一下黄飞虎的年龄 假世比黄飞虎不会小的特别多 书中说假世比达己达八岁 昼王把年俗户返商 俗户送达己入宫是哪一年 书中没明显 但应该不超过三年 我们假设是两年 这一年达己16岁 而假世就是24岁 黄飞虎作为贵族之家 假设他18岁娶妻 那么假世最小可能多达 我想怎么也要13、4岁 那么黄飞虎就可能比假世达4、5岁 所以在昼王十年黄飞虎可能是29岁 那么昼王继位的时候 黄飞虎大约18、9岁 昼王21年 黄飞虎造反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黄天化也不过13岁 那么黄天化就大约是昼王八年出生的 这时黄飞虎可能26岁了 如果前面没有夭折的孩子 黄飞虎就算是婉育的了 黄飞虎18、9岁之前就封王了 那绝对是一个传奇 他不可能一年就东聚海寇 难平满意 怎么也需要几年时间 所以他应该在13、4岁左右 就开始征战沙场了 想一想 13、4岁的少年纵横战场 四五年间立功二本遇见 这简直是一个传奇啊 所以黄飞虎才成为了 殷商绝对的东梁支柱 殷商失去了黄飞虎 是绝对的巨大损失